我特别喜欢唱歌 好 接下来我为大家谢谢唱的一首 《电视联系记》 《三国演绎》 《滚滚长江东市水》 我大家喜欢 好 谢谢 好 谢谢 是 是金子的什么手 不不不 这哪个专业团体的 你为什么 他玩cosplay的角色半脸 他穿这身不像 你穿着这身衣服 为什么打扮成这样来 把棉袄先脱了 农民 我觉得也没那么多钱 买这个衣服 咱还是穿的最好的 你不是金庭歌舞团的 不是 不是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你干啥呢 你平常种地 在家种地的 你种的啥呀 在家种地 搭个泥菲班什么类的 你家种地里种的啥玩 地里种的什么 种的麦子 玉米 花生什么类的 你看他手下种地 考考他 考考他 这麦子现在到了什么情况了 这麦子现在到了什么情况 现在挺汗的 就是说 把那个麦子快汗死了 马上就要干什么了 对了 麦子马上就要干什么了 浇上水以后 浇水就说没事了 就是出去打个工啊 干个建筑啊 这个我给你说 这个麦子到了什么情况了 现在 麦子它长这么高一点 反轻了吗 还没呢 还没反轻了 我问了一个专业性的 我问了一个专业性的 这个麦子在种种子的时候 是先交嘴还是先放种子 那就是看你这个汗 还是汗不汗 如果有的不汗 就是不用你酒追 你听着拿话筒不行啊 敏捷 你不是换个办法啊 咱们自己脱了不就完了吗 你自己脱吧 把某一个脱下来 我看着他 敏捷 我看着来了 你没事 他有事 不是 这就说明一点 是金鹰的总会发光的 是金鹰的总会出头的 是好歌手穿军大衣 也是掩饰不住的 对对对对 哎呀 真是在这个舞台上 听了这么多的歌手了 而且像你这样 就是纯农民的歌手 纯是在家里种地的 来的也不少 我们非常尊重这些歌手 不管你唱的好 或者是坏 你抱着这么一颗心愿来了 但是我们今天听到了 是一个 就像 一个省歌舞剧院的 一个专业的歌唱家 在这演唱 很了不起 声音太好听了 而且是音准 节奏 音乐的表现力 无可挑剔 当然了 我这是粗粗的这么一听啊 肯定更高水平的人 还能听着你 演唱当中还有哪些不足来 但是我听的是 已经非常 感觉到享受了 而且这么多的观众 站起来为你鼓掌 足足的可以证明 你就是 最亮的大明星 我觉得可能是 这身巨大衣给他的 神奇掌握 你从小就唱歌吗 从小就唱歌吗 从小我自己 喜欢唱歌 就是听 听收音机什么的吗 对对对 平常听光牌 自己学唱 对对 自己学唱 本身没有什么唱歌的 胖子就是 带着什么唱什么 那类的就是 从小就来 喜欢这个唱歌 打出什么唱歌 然后先唱歌 就跟他一会访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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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